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中菜朋友,小美杨子鸭 大家好,我是中菜,我现在给你降罐 捆一下子,绑一下刷子 给它滴,帮着它扶着 王师傅的绑直绳器,又拍上用船了 现在是绑的第二次绳子 第二次这是 还记得我们摘西红柿的时候吗 是有一天傍晚,我们摘到了八九点钟 天已经黑了,摸不到落了都,才收工 你看,大概也就两周多一点 它们现在已经长这么高了 它们的藤蔓也变得很粗壮 而且它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开第一岁花花了 这个阶段它们也开始在长侧枝了 看没,这个就是侧枝煮藤蔓 跟叶子中间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侧枝,把它掰掉 它每个这个地方都会有的 所有的这个地方都有 看,把这个去掉 这个侧枝消耗养分 不要让它夺取煮藤蔓的营养 短了 茶底里面 没有 不小心 搞断了 王师傅把它的西红柿搞断了 那又晃了 苦工资 这个啊,看 这个长得 哇,这个侧枝长得好大了 哦,这个不是侧枝哦 老爸是,我们家是留的两个头 两个头 就留这两个头 这个,这个去掉 这个不要 这个不是侧枝,这两个头就留着 下面这些都不要 这个不要,这个下面这些 但这个侧枝也长很大了 你看,这么大 这个要没掉 水梅的比剪的还好 水梅不得平均 剪的得平均 是的,要去水梅 要剪刀擀 为什么要不要剪刀擀 因为剪刀擀这个擀那个 有些猪就对得平均 它就穿软 水梅,它就勾不得牲口 嗯 哎呀,这些都结果果的 是结果果的 这里已经结了 结果子了 看,好漂亮 嗯,这是结的 哈哈 叶子被夹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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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s 咕什么,没干肌 颔脚 不是,好啦 咕哈 会被撒 呻iah 这个黄瓜长得太快了 每天都能给你一个惊喜 现在能给你惊吓 为什么说现在是惊吓呢 因为现在结的瓜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都已经卖不赢了 就很有可能导致有些瓜就要变老 每一个藤蔓上 你看每个藤蔓上最少的这个下面 都会躺着三四根 还不算这个上面的每个节点的这种小的黄瓜 它们后面一批一批的 长得很快的 而且这黄瓜又很压称 看它的藤蔓长得这么茂盛 我们不给它搭支架 可想而知 就眉毛胡子乱成一团了 乱成一锅粥 最主要是容易生病 而且品质产量都会受影响 我们的很多蔬菜 特别是夏季蔬菜 是一定要给它搭支架的 西红柿也要搭支架 必须得搭支架 不搭支架到时候肯定会搭伏的 因为这个西红柿 每一碎上面都能结很多西红柿的果子 到后面成熟期的时候 它就会特别重 如果没有支架的话 它就直接倒在地上 特别好找 这是有些个别的 没来得及给它绑支 这边都绑的 你时间绑了 时间都 宝贵的 是宝贵的 基本上没是 我们今年的黄瓜 比去年的黄瓜结得过多 高产 这孩儿就捣鱼了 我现在也没菜 捣鱼菜完全去的 这个是没有看到太阳的小柚果 这个小柚果 很有可能就长不大 看这个也是 没有见太阳的这个瓜 你看已经死了 这是个瓷花 花都开不出来就要死掉了 这个基本上可以判定已经死了 不搭支架 在地上看不到阳光 就这样 影响产量 正常的是这样的绿色的 绿色的瓷花 可以 大事没得洗 那我看 它全肚子里下 头肚子好细啊 这还算刹拔头 你看它拿着皮里面 给你脱节看 它大肚子就算刹拔 洗一洗 你看 你的阳光 还剩最后一卷胶带了 这卷胶带用完就没有了 网上买的还没到呢 打电灯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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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干活 打电灯干活 它躲着的灯干活 就细干 你看它 越弱了 越弱了越高 越高 越躲着的灯干活 不住国 же 王师傅说 有这个绑慢绳器之后快多了 用传统的老办法 得要一天 还有一天 我女人绑了 这个 几十分钟就搞好了 关键这个藤蔓太长了 要绑好多次 就比较浪费时间 你说绑绳子吧 它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就特别浪费时间 这地上是之前打了测枝 人在这沟壑里面 太多了 这一堆忘记捡出去了 你看 这个是黄瓜自己的触手 这个触手它自己也会搭在支架上 但是呢 这种黄瓜由于它太高产了 它的后续黄瓜太重之后 这个小触手是支撑不住它自己的重量的 它就会垮下来 所以我们要人为的给它绑一下 现在这黄瓜都是改良过的优质品种 比较高产 以前的那种野黄瓜 它们自己爬上去就掉不下来 没事 老爸说以前的老黄瓜品种 黄瓜的触手就是柔韧性更好 它不会断 而改良过的这种品种 虽然说它各方面都比较优质一些 但它这个触手吧就比较脆 到后续你不人为的绑上去它就会断掉 啊 后续了老品种啊 后续 嗯 这个不得病 哦 老爸说过去老品种还好一些 不得病 不生病 它又后续 很好吃 它不 很软 软乎乎的 嗯 那能不够老品种啊 那有啊 一个中子哦 绝其它也是 嗯 那就是不勾肠绝其它 嗯 会齐鞋 就是大街哄哄 你基本上没得让它听懂的 信之牛手机 为您报喜 现在是北京时间二十点整 八点钟啊 好 先把它喊 嗯 我们终于要收工了 哇 好大一只蝉鱼啊 哦哦哦哦 哈哈哈 你别跑 我又不吃你 啥不哄嘛 泥巴都没掉哦 嗯 全部都是啥 全部都是啥 我啥的什么泥巴都没掉 对 还有一点司机啊 嗯 嗯 在地下啃东西打人打开 我们的需求好大一处啊 好大一处 粉红色 这个可以调的也可以调成蓝色 它的土壤酸碱都不一样 它开出来的颜色就不一样 我觉得粉色挺好看的 咱们啃的都不可能不一样啊 嗯 我们这些是粉红色的 嗯 咱们啃的是白的 土色的 我从来都吃不到 大梨花 花苞 我担打这个花没用 我 那灯会需要约对不对 用光约在这 我要用它做真末的 说够假结的 相信你假的 我叫那个 我明昂那个 都会小 长不大 嗯 还说不过真正 这个土壤的 小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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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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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